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爱多美 找到自信的丹琴妈妈 我是叶老师 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 我是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 可是我在告诉我自己 今天我分享的是 我是从我内心完完全全的 真诚的分享给大家 我一路走来到今天 我是销售大师 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的家庭背景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我父亲是一名罗里驾驶员 他每个月里的薪水不到一千块 他养了四个孩子 还有一个女人就是我妈妈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听我妈妈念 没有钱啊 这样子 那我们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我父亲 再辛苦 我们 都可以养得长大 那 到了我16岁的时候 我哥哥他患上了肾脏病 我们知道 肾脏病需要很多钱去医疗的 当时 我家庭的经济 夸倒 我爸爸 我妈妈 他为了 我哥哥的病 他到处去和人家借钱 我亲眼的看着我的父亲 他在亲人的面前跪下来 他要的 就是 他要钱 他知道 他一定要赚到钱 他一定要借到钱 因为 他的孩子病了 随时都会离开 那个时候 我领悟到了 健康很重要 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爸爸 我哥哥 在三年里面都去世了 那时候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躺下来了 我不能做工 我赚不到钱 还没关系 我还年累了我的家人 怎么办 那到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就 参与了船直销公司 那个时候我知道 被动收入 和倍增 这个理念 这个赚钱的方法 那我就参加了不同的船直销公司 参加参加 一直参加了十多年 我一家都坐不起来 原因是很简单 我没有钱 没有钱 以往的船直销经验 这个我的经验啊 告诉我 有两种制度 两种奖金的分配 我分 我就分享两种好了 第一种 他会和你说配套 门槛最低 两百多块 那你付一个两百多块 他给你一盒 产品 那你想说 如果 你想赚多一点钱 你可以买比较 高的配套 三千多块好吗 三千多块 可是 三千多块和五千多块 哇 那个奖金的分配距离 很多耶 五千多块可以赚多一点钱耶 可是 三千跟五千的距离也不是说 差别很多 那我们会怎样 好 五千块下去 就做 是不是 反正都是要做了嘛 你以为你看到那个商机了嘛 可是给我 我没有做 两百多块 我都给不起 这类型的船直销公司 我都看了几家 第二种的 那个奖金分配的方法 门槛很低啦 很适合我 他人家说 七八十块 入会费 那 你付了入会费 你得到什么 没有产品 他给你一本目录 书刊之类的 那后来我再想 这个 很适合我 至少我不用给这么多钱哦 可是做啊做啊 做了两三个月 才发现 那个限定奖金金额啊 都逼得我要死 每个月我们所说的要Fight Target 每个月一到了月尾的时候 那分数还差那少少 你们会怎样 我啦 没关系 掏一点钱出来 买满它 达标 那下个月拿奖金 对不对 是这样啊 那我来 坐着坐着 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产品越来越多 家里的产品越来越多 原来 我已经翻身着 那 怎么办 后来我再想 不能 我发现到 你要取得更高的 那个level 那我还要存多少货啊 我放弃 我放弃不是放弃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这一种的奖金制度 不是我要的 那么 经过了十多年 我重复的参加 不同的传直销 机会来了 我认识了我的一位朋友 一位Uncle 他和我说 有一家公司很适合你 是你要的 我说 有啊 好 我就这样子 认识到了我的推荐人 我当时我的推荐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没有拿产品 他只带了一台 手提电脑 当时他和我说 这家公司 叫爱多美 它是 免费加入不用钱的 那个时候在三年前 爱多美公司还没有进来嘛 我在心想 是不是啊 我是真的半信半疑在听他讲 他和我说 免费加入 我心里想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你背后一定有不同的版本出来的 那他在和我说 没有推荐奖金 我自己在想 没有贡献 OK 好 这个不错 也很适合我 是我要的 他和我说 他和我讲 没有限定 不相信之下 到了2016年11月的时候 公司终于进来了 开幕了 当时我有来 开幕典礼 我看到了 爱多美的开幕典礼 我相信了 真的有 这样子的公司的 那后来呢 我在2017年的上半年呢 因为我是很喜欢 爱多美公司的文化和制度 当时 我还没有认真的用产品 因为当时 我的推荐人他和我讲的时候 也是在讲这奖金的计划而已 那时候 都没有拿产品给我看的 那 在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和身边的朋友 从家人开始嘛 我想讲 因为我已经经营了几家传直销公司了的 那我的家人 他看到我每次跟他讲 这个产品 妈 你 我都还没有讲完 他们的样子会怎样 有什么产品 他们已经很累了 每次听我讲 什么传直销的产品 那 我知道爱多美的产品了过后呢 我没有和他们说 这个是爱多美 什么什么 我没有讲 我直接买产品给他用 那 很好 我妈妈对日常用品是非常讲究了 他也不知道 爱多美是一家传直销公司 他用了我们的那个洗衣粉 Softener 他和我讲 哪里买的 帮我买多三支回来 都不用我讲 你用了就知道 那 而我在和我身边的人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是讲爱多美这家公司的文化 它的制度 它的奖金计划 怎么分配 这样这样这样 我也很少拿产品出来的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为什么吗 今天 当时 我是这样子的身材的 在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我就遇到了 一个uncle 我不认识他的 当时我在中心做分享 各位我可以分享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普洱茶吗 可以这样子啊 可是我自己身材这样子 所以 当时我只能够分享 牙膏 牙刷 我连洗髮液我都不敢分享 因为我的样子 那个头发好像刚刚在昼夜出来这样 我很记得这张照片 然后 那个uncle 他和我说 我要 知道爱多美更多的东西 你来我公司找我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然后 哎 这个人是自动来找我的耶 我很开心的 你知道吗 不用我去找啊 然后 我就去了他的公司 我一进去他的公司 我就有感觉不对了 我没关系 我就坐下来 他先让我讲 我就讲 我就讲 妈妈妈 讲完了 然后是不是 因为 后来 他 当我讲完了以后 他就 抛了这句话出来 他说 密西亚巴 你要和我谈爱多美啊 你要先把你的形象顾好啊 你这样的样子没有说福利啊 你知道当时我的心啊 是怎么样的吗 你在扭衣服啊 在扭着的 我很想立刻站起来骂他 可是不可以 我就讲 嗯 好 接下来他讲什么 我告诉你哦 我们家公司的产品哈 所以我就知道了 他要介绍他的产品给我认识 那么那时候呢 我是 那时候呢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今天来 你的公司是干嘛的 我今天来你的公司 因为你和我说 你要了解爱多美 因为你想要加入 我今天就一定要让你加入 后来 在谈的过程中呢 他真的是加入了 那么 他讲的那一番话 对我们 女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没有放弃的 他讲我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放弃 我怎么样 我检讨我自己 我回家 我在想 真的要看外表面 你会讲 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Ato me 老板 明明我听到 CEO讲 凡是消费者 都可以成功的 真的是要看外表面 OK 好 当时我就在 在自己在检讨的当中 在偶然的机会之下 我的推荐人 他和我说 Mishab 看多一点视频 看多一点 CEO Mr. Park的视频 那么 在当时 我看了 我们CEO的视频 这一段话 我听进去了 他好像在和我讲 因为你自己都不用产品啊 真的 我用什么 我用完了 就是用牙膏 牙缩而已嘛 因为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事业嘛 分享 没有赚差价嘛 就是因为我不要赚差价嘛 我不要去赚朋友的钱 我做实传之下 我做到没有朋友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不要这样子 所以 我把这一段话 听了进去 因为 我自己没有用产品 那 我在想 用产品也是需要钱耶 当时我还没有认真的去看爱多美的产品 那时我就想 要钱了 我经济又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 听到了这句话 我就看到了这句话 他说 发现物美人价的货 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我就想成功一半 哎呀我现在一点点都没有 因为我没有去认真的看爱多美的产品 真的这么便宜吗 真的这么高品质吗 自己怀疑嘛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做调查 我去看爱多美的事件组 是什么来的 相比之下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那怎么用 怎么办 自己用产品 我自己用产品 那个时候我第一套的产品是爱多美的事件组 你们看一下我的皮肤 当时我的皮肤是这样的 我的暗仓是灌浓的 挤不出来的 我除了用爱多美的事件组之外 那我在想 我还要用其他的产品啊 对吗 因为我要分享嘛 等一下那个人问我 爱多美的咖啡是怎样的 如果 如果你自己 有买来喝的话 你会怎么分享 你会讲 爱多美的咖啡一条 你打开的时候 呼 那个咖啡的香味 扑鼻而来 那个咖啡粒 倒在那个咖啡杯 放入热水 哇 那个香味哦 让我精神饱满 如果你没有喝过爱多美的咖啡 你怎么介绍 你讲没有啦 一包茶 好像茶袋这样子放进去 露咯 对吗 不能乱讲 这个自己用的产品自己体会 所以我用的产品包括 保健品 护肤品 日常用品 一些食品我也有试 当时我的体重是100 100多了 100公斤的 2017年下半年 我减掉了20多公斤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我用的是爱多美的产品 从里里到外外 我全身都是在用爱多美的产品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皮肤 好 到了2018年 那个样子有说福利了吗 有了 到了2018年 7月份 我晋级了 销售大师 怎么做 那三半年我怎么做 真心分享你用过的产品 你要让对方 听进去你的分享 你每一样产品 是多么的棒 就好像刚才我跟你分享咖啡一样 好 晋级销售大师 你要有收获 一定要有代价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 不是每次来成功学 过了两三年就可以成功的 不是这样子的 对 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第一 出席中心的分享 我遇到有会员他跟我讲 哎呀不要啦 来来去去都是那个艾森赖奖 是吧 是吧 那我这个 嗯 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他每一次讲 我们还要去跟他讲 不是 因为他 他今天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你知道吗 上台或者是上中心的舞台 分享的人 他分享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 他的经验 他跟你讲 他去分享艾多美的时候 他遇到的问题 他在那个舞台上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得到人家的经验 是很珍贵的 你今天可能没有遇到问题 可是 或许你去了中心的分享 你听到了人家的问题 可能多两天 你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前两天你去了中心 你学到了 对吗 这个一定要上中心学习 提升自己 怎么样呢 要不然你再问你 事件组里面有什么 事件组里面啊 嗯 你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然后自己去 还要WhatsApp 上线 那个事件组里面有什么 要学习 行动 自己走去中心学习 没有人帮到你走路的 自己走 好 再来 你自己很肯定产品了嘛 你自己用到非常的好嘛 你可以说出那个好吗 可以 走到去外面的时候呢 难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会跟你讲 不好用 真的 不好用 你怎么样 是啊 不好用啊 上线 那个东西 那个人讲不好用 又来上线 如果你自己有用产品 你很肯定是好用的话 你会反驳他 为什么不好用 我用到很好用耶 你讲一下 就来分享 那你要让他知道 你的真心分享 是你怎么用产品 整个过程跟你有没有差别 有没有分别啊 同时间你可以教育他 你也可以训练你自己的忍耐 真的是很好的 那你对产品有肯定的话 你也不担心 人家给你的脸色 我跟大家讲 我有一个会员 他是开茶室的 那我喜欢在那边坐着 因为会有不同的人问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这样子 那当时呢 有一个auntie 他的脸蛮臭的 他是来喝茶的 他不是来听我讲爱多美的 那他就坐在我的鞋 那我的会员 他就坐我隔壁 当时我就看见那个auntie 我觉得他胖胖的蛮可爱 应该很需要静流贴步 因为通常胖的人 脚膝盖会很痛的 那我有尝试跟他打招呼 我说auntie 那个auntie他就把我认定是 你是直销的人 以为来卖产品 当时我桌上没有产品 我只是拿着一本目录而已 那过后呢 我就跟我的会员讲 我说 给他那个精油贴布 我想给 可是我看他的脸色 我很怕 当时 那么呢 我的会员呢 他就塞了两片 那个精油贴布给他 他原本是不要的 就是拉来拉去 一硬的收下了 那过了两个星期 我又倒回去那个茶室 你知道吗 那个auntie他一来 我有一点看到他 我就想 哦 那个auntie又来了 他平时是脸很臭的 那个脸 那个脸是往下的 那个嘴角 他一来他看到我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我说哎哟 今天这么很怕 然后 他就跟我笑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 啊auntie 然后他就跟我讲 那个 有锅 帮我买两盒 我说auntie有帮到你哦 嗯 是啊 怎么帮到他呢 他就是把它贴在膝盖 然后他发现 他吃得出来 那个精油贴布 很多汗水 可是他走路变很快了 很奇怪 所以这样子他买多两盒咯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做筛选 我知道筛选这个东西哦 在以往的传直销公司都 都必须要用到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要选很会讲的人 对吗 因为你要卖产品啊 你不会 你不会卖 不会讲 怎么卖 所以你要选咯 如果选到我就惨咯 因为我不会卖 对吗 所以你要选怎么样的人啊 选好像Alex大哥的人啊 Mr Roger这样子的人啊 Mr Jack啊 一定要筛选的 可是 在爱多美 千万不要做筛选 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观念都 set好了 总之每一个人 经过我的面前 他就是消费者 他就是很需要爱多美的产品 就是这样 好 出席一日研讨会 我会带新人啊 去公司的一日研讨会 你知道带新人来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我很像VIP 你知道公司的设备很好耶 两家大荧幕 我曾经去过的传直车公司 荧幕啊 它会出现喔 那个水喉啊 有很多黄金的 然后啊 你都看不到 我们坐后面的人都看不到 那个讲师是什么样子 跟我讲赚百万的 然后他那个荧幕都是那个 流水的 有那个黄金的 可是你看我们公司的 我真的觉得 非常棒耶 我们的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 这个我们要给我们的Mr.Kim 一个掌声 还有爱多美的全体的工作人员 真的辛苦他们了 那成功学我很喜欢来 在成功学呢 我通常我都会选我要做义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做义工喔 我通常会在外面的那个柜台 那个产品示范区 我要做分享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来问 这个怎么用 那个怎么用 那就会透过我的分享 我让他们知道 这个怎么用 那个怎么用 同时间我也得到了他们的问题 然后来增加我自己的知识 在早前的时候 我是因为我经济能力不好 我唯有靠做义工 来出席成功学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越来越喜欢来成功学 你知道这个能量 是很好的吗 一群人 一群有梦想的人 他坐在这里 那个能量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那在成功学呢 我认识了很多不同团队的朋友 我要告诉你们 今天我在爱豆美赚钱 跟他们没有关系 跟图片里面的人没有关系 那我很喜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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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学习 我也有去 Ampang Absolute Centre 中心学习 中心长 非常的欢迎我 在那边 我们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样 我可以形容他为妈妈吗 你知道吗 中心长 每一个会员来到他的中心 他都非常的欢迎 他每一次 在做分享的时候 你看 你可以 感觉得到 他那种真诚真心 他每一个会员来到他的中心 他都很照顾 我相信有去过他中心的人 都知道 那 Kuala Selangor的中心长 每次我一来都成功学 他就跟我说 他的笑容 你知道 我很喜欢看 耶 老师 哎呦 你越来越瘦 你皮肤越来越好 你很棒 加油 有这样子的人 给自己鼓励 你知道那个心是多么温暖的吗 还有其他的中心 我都有去 去做学习 还有公司的 慈善活动 我都有参与 我们来自不同的团队 我们不分离我 这个是我深深的感受得到的 好 在成功学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们认为重不重要 人生规划 在2017年呢 我做了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告诉大家 当时 我的目标也不是得很清晰 2017年做的人生规划 做了以后 做了以后 你今天 看回去 你2017年做的人生规划的时候 我发现 我很多目标还没有达到 这个就是要去觉悟 人生剧本写了 不是丢掉 人生剧本写了 收起来 看回去 看一下 自己的目标 达到了吗 那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在 安邦 中心长真的很好 他让每一个会员 做梦想图 当时 我很清晰 我比去年更清晰 我比2017年更清晰 我的梦想 我的目标 我要的是什么 那中间那一张就是我的梦想图 青色衣服那个 就是我 2017年我上台来分享我的人生规划 当然 那时候我在做我的梦想图的时候呢 我的女儿 她也有在 她同时 也在做她自己的梦想图 这个是我女儿的梦想图 这个是我女儿的梦想图 我不知道我女儿做了这张梦想图 她拿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她写了什么 她说希望妈咪 有一辆新车 大家看下面她写什么 希望妈咪变美 2017年到现在 我的改变 我女儿 亲眼的看着 我的改变 她知道 我遇到了艾多美 我改变了更好 我在还没有遇到艾多美之前 我的女儿经常和我说 妈咪 我要你开心 我要你开心 可是自从我遇到了艾多美之后 我女儿不再讲这句话 因为 她看到她的妈咪改变了 改变得更好 我有时会问她 我说 女儿 妈咪像之前这样子胖胖 不是很好看吗 她说不要 不要再像以前这样了 我让我女儿知道 梦想图是很重要 梦想图是很重要 人生 的目标也很重要 我在艾多美 我在艾多美 我的推动力 还至于我的女儿 和我的妈妈 在艾多美 在艾多美 在艾多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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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看到梦想图 我都想哭 今天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 曾经被 抛掉的石头 可是你不知道 我这颗石头 爆开的石头 是一颗钻石 我这么一个平凡的女人 一个没有经济 没有背景 一个很普通的女人 都可以在艾多美 晋级到销售大师 你们也可以 我有今天的改变 我要很感谢 我的家人 还有 普汉吉先生 没有我们的CEO 没有艾多美 没有今天的我 我要很感谢 谢谢 我的推荐人 她非常地忍耐 非常地有爱心 因为 艾多美 我改变了 因为艾多美 我变得不平凡了 再来我有一个人也是 我一定要感谢她的 就是我们的经理 Mr.Kim 我每次看到她 她真的和她的一般工作人员 很努力 所以 要非常地感恩她 要非常地感恩她们 那 今天 我希望 我的内心分享 真真实实地 带出来给大家 下一期的销售大师 就是你们 谢谢 伟叶老师 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在艾多美事业 步步高升 身体健康 身心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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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谢谢 记得